你真好 以前 以前 很久以前 有一只粗暴的 霸道的 狡猾的 任性的恐龙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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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霸王龙 快跑 呵呵呵 跑 往哪儿跑 一群胆小鬼 跑不掉的话 我就打断你们的鸡脚 咬住你们的尾巴 嘿嘿嘿 霸王龙说着 眼睛里露出了凶光 救命 嘿嘿嘿 什么救命 谁会来救你们 喂喂喂 这么慢吞吞的 可就要被我抓住咯 嘿嘿嘿 小吉隆们 批命地跑呀 跑呀 可是 他们跑到了 悬崖边上 嘿嘿嘿 这回你们完蛋了 嘿嘿嘿 霸王龙一步一步 逼近小吉隆们 你们再也跑不了了 呵呵 看你们怎么办 嘿嘿嘿 霸王龙说着 正要猛扑过去的时候 呼噜呼噜呼噜 悬崖突然塌了下去 小吉隆们嗖嗖嗖地跳到了旁边的树上 可是霸王龙却 四脚朝天 掉到海里去了 霸王龙不会游泳 虽然他拼命地挣扎 但还是 咕咕咕咕咕咕咕 一转眼就沉了下去 憋 憋死我了 霸王龙慢慢地向海底沉去 救命 救命 谁来救救我 霸王龙心想 这下完了 我一直欺负大家 干了不少坏事 肯定不会有人来救我 难道我就这样死掉吗 就在这个时候 霸王龙的身体突然被拖了起来 一种他以为是岩石的东西猛推着他 一直一直往上 不一会儿 霸王龙猛地被甩起来 后背撞到地上 昏了过去 霸王龙醒来的时候 觉得有人在舔他的后背 你 你是谁 我可不好吃呀 霸王龙说 吃你呀 我是薄片龙啊 我帮你舔舔 你的伤很快就会好了 是 是你救了我啊 为什么救我 因为你刚才喊 谁来救救我呀 薄片龙微笑着说 霸王龙看着他 觉得很不可思议 谢谢你 霸王龙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谢谢 当他说的时候 心里忽然觉得暖暖的 这个时候 咕噜咕噜 霸王龙的肚子叫了 饿了吧 你等一下 薄片龙潜入海里 给霸王龙闲来了很多海贝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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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好吃 我还是第一次吃这个东西呢 是吗 你平时都吃些什么呢 我 我吃 肉 不不 吃红果子 霸王龙不由地撒了个谎 红果子 好吃吗 薄片龙问 呃 下次我带给你吧 咕噜咕噜 你的牙齿和爪子那么锋利 你一定很厉害吧 啊 对 我是很厉害 薄片龙伤心地说 海里也有很厉害的家伙 但是他很粗暴 老欺负人 我背上的伤口 就是那个粗暴的家伙给咬的 居然还有那么坏的家伙 我 我不喜欢欺负别人 我最讨厌霸道的家伙 霸王龙又撒了个谎 对了 听说陆地上也有一种 很可怕很粗暴的恐龙 叫霸王龙 是吗 霸王龙心里一惊 我 我可不知道什么霸王龙 薄片龙盯着霸王龙说 能认识像你这么好的恐龙 真是太高兴了 你真好 一定有很多朋友吧 对 你呢 有朋友吗 朋友 我没有朋友 薄片龙说 没关系 那我做你的朋友 明天还在这儿见面 和薄片龙 从此以后 他笑咬给你 等会儿 别害怕 我摘好红果子 马上就走 鸡龙们全都惊呆了 霸王龙摘了很多红果子 向海边走去 霸王龙大声吼叫 但是薄片龙没有出来 怎么了 霸王龙抱着红果子 等呀等呀 太阳下山了 天黑了 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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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片龙慢慢地游过来 喂朋友 今天我带红果子来 霸王龙还没有说完 救救命呀 薄片龙就在快到岸边的地方 咕咚咕咚沉了下去 咕咚 霸王龙不顾一切 跳进海里去救薄片龙 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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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薄片龙消失的地方 它咕咚一声潜了下去 夜里的大海慢慢平静了下来 这时 霸王龙抱着薄片龙冲了上来 薄片龙浑身是伤 都是被海里粗暴的恐龙咬的 怎么会有这么坏的家伙 霸王龙抱着薄片龙走到岸上 薄片龙一动也不动 霸王龙冲紧紧紧地抱着它 ifiers собир if Challenge season 你� stopped 我只有你这么一个朋友 我想跟你一起吃红果子呀 你听我说 其实我就是那个 爱撒谎 霸道 粗暴 狡猾 让人讨厌的霸王龙 我想让你看到真实的我 真正的我是 霸王龙的话还没有说完 真正的你是 这么温和的 体贴的 我唯一的好朋友啊 说完 薄片龙微微的笑了 夜晚的大海很平静 霸王龙的吼声 传得很远很远